灰姑娘 啊,我有新妈妈和新姐姐了 小姑娘很高兴 可后妈和两个姐姐却没把她当成一家人 他们让她吃剩饭,穿旧衣,住厨房 后妈把一切葬活,累活都让小姑娘去干 两个姐姐不但不干活,还在一旁说风凉话 瞧她那灰头土脸的样儿,真是一个灰姑娘 一天,几个侍卫沿街贴告示,一边贴来一边喊 王宫里将要开舞会,欢迎漂亮的女孩来参加 两个姐姐见了,嘴都乐开了花 到了王宫开舞会的那天,两个姐姐把灰姑娘支屎得团团转 这个说,快来帮我梳个漂亮发誓 那个说,快来帮我换件漂亮衣裳 后妈和两个姐姐走了,家里只剩下灰姑娘一个人 哎,我浑身这样葬,怎么能参加舞会呢? 想到这里,灰姑娘靠着炉灶,伤心地哭起来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呢? 灰姑娘抬头一看,一个仙女正站在她面前 她赶紧擦干眼泪,说 我想参加舞会,却没有漂亮衣裳 仙女笑着说,我来帮助你 她用魔杖敲了一下南瓜,南瓜马上变成了一辆漂亮的马车 她又叫来两只老鼠,把他们分别变成车夫和马 最后,仙女用魔杖指了指灰姑娘的脏衣服和旧布鞋 转眼间,脏衣服变成了漂亮的新衣服 旧布鞋变成了漂亮的水晶鞋 仙女说,你一定要在午夜十二点前赶回来 因为十二点一过,一切都会恢复原样 知道了,谢谢您 灰姑娘坐上马车,往王宫市去 灰姑娘走进了王宫大厅,所有人都惊呆了 真漂亮,这是哪国的公主啊 王子迎上前,礼貌地说 公主,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灰姑娘点点头 于是,两个人像一对蝴蝶 在大厅里轻快地舞动起来,一直跳到深夜 请告诉我,你是哪国的公主? 王子好奇地问 我只是个魔法变的假公主 这怎么能说呢?灰姑娘心想 这时,她突然看见座中的时钟 快直到十二点了 便告别王子,匆忙走向大门 王子从后面紧追过来 灰姑娘慌了神 不小心在大厅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 掉了一只水晶鞋 可她管不了这么多 跳上马车,逃走了 王子已经爱上了灰姑娘 发誓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她 她对侍卫们说 你们戴上这只鞋 快出去找 看哪个女孩能穿下它 侍卫们走遍大街小巷 可是谁也穿不了这只鞋 最后,她们来到灰姑娘家 两个姐姐抢着来穿 唉,一个大来一个小 灰姑娘一穿 哈,不大也不小 找到了,侍卫们高兴的 八灰姑娘送进王宫 王子笑着说 这回你可溜不掉了 不久,她们举行了婚礼 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